注意了,唐人街地图又改版了,来看看都是改的什么? 这个分布也调整了,优化了纸扎铺和预警圈外的密码机的位置,使之更靠近版区,优化了三组唐人街的密码机组合,三组降低了唐人街的物效浓度,优化了可视范围。 那大家先来看一下这个调整的密码机的位置啊,因为我对这张地图呢也不是很熟悉,你们先看一下这些密码机的位置应该就知道哪些发生了变化吧,首先来看一下这是第一组。 然后第二组 接下来第三组 还有第四组 第五组 第六组 好了,一共呢也是六组的密码机的位置,大家如果想仔细看的话可以点一下暂停,然后去对比一下就知道了。那我来看一下地形的变化哈。 好的,首先是降低了唐人街的物效浓度,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男孩用的是一个精美的画质哈。感觉整体来说环境亮度好像提高了不少啊。 看着小风吹的哈。再来看一下它的地形变化。先看一下剧院这边的木板调整啊。 这边还是两个板区,哎?哎,我记得这边是不是好像也有个板区给少掉了?就在这个位置啊。这边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横着板的一个小短板,是不是给减少了?然后进去里面的话,这个板子也减少了。其他的地方好像变化不是很大,咱们绕圈看一下。这个板区改了吗?有点……。 不是很熟悉啊。你们感觉怎么样?嗯? 再来看一下茶铺。茶铺这边改的还是挺多的。首先是这个板子看到没?给去掉了。然后往前走,这个板子好像也给去掉了啊。 然后这边加了个箱子堵了一下这边的路哦。哈哈。 这边好像少了好多板子啊。你们看,这是茶铺这里。 这个地方遛鬼好像有点难遛了,因为只有一个板区。不太好转点。看到没?还是一个短板。 最后就是古董店,我们去看一下。首先是从这个楼梯上来有关公雕像的这里的这个板子呢,给去掉了。 然后从这边下来……。这个板子还在……。 嗯……。好像其他的没什么变化了吧?主要是上面那个板子吧。 大概情况就这么个情况。大家觉得这次对于这张我们遇到比较少的地图,堂尔街里面感觉怎么样? 这次调整的话可能会对后续的排位影响还是挺大的呀。 好了,这里是圣诞行。感谢关注,点赞,评论,转发,杂志藏。 我们下视频见,拜拜!